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最近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一组群雕在九金山湾区亨利凯泽纪念公园落成 那么这组名为记住他们世界人道领袖的群雕 雕塑了25位世界上伟大的人道领袖的半身像 而群雕中唯一的一尊全身像是一位中国青年 也就是在1989年6月4号 中共军队在北京屠城的时候 只身站立在长安街上阻挡坦克前进的王维林 在王维林的雕像下没有具名 只刻着一个单词 勇气 另一行字是天安门广场无名反叛者 湖北作家杜岛斌六四前夕在北京被当局抓走 5号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刑事拘留 警察当天还翻墙进入他的住所 抄走了电脑以及资料等 目前还不能够确定杜岛斌被抓的真实原因 30个不同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7号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 能够就人权问题向中共方面施压 他们向奥巴马提交了一份具有16名中国良心犯的名单 声明说这16名良心犯代表着中国境内遭受压迫的不同背景群体 包括维权律师 民运人士 法轮功修炼者 藏人 为人 基督徒等 好 观众朋友 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 5 0042 感谢观看